你好,我是犀牛 安省已经宣布将在5月4日开始经济的重启 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对这次安省重启经济方式的看法 和我对未来房地产走势的一个判断 安省政府宣布 从5月4号开始 部分企业和工作场所重新开放 包括园艺中心和苗圃 但是仅限于在路边取货和送货 草坪的护理和美化环境 基本的建设工程 包括货运和物流 宽带电信数字的基础设施 市政工程 学院和大学的工程 托儿中心的工程 学校工程 以及机构商业工业 和住宅开发的场地准备 挖掘和服务 还有自动和自住的洗车 汽车的经销店 以及高尔夫球场和游艇的码头 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季节做准备 但是还不能向公众开放 我认为安省 在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 采取的行动是比较谨慎的 至少没有准备实施 有些国家准备实施的群体免疫的策略 这里我给还不了解群体免疫 是什么概念的朋友 普及一下知识 群体免疫指的是当人群中 很大比例的人口 拥有免疫能力 从而为其他没有免疫能力的人 提供保护的这种方式 我们看这个图 蓝色代表了健康人 但是他对疾病很易感 黄色也是健康人 但是他已经有免疫能力了 红色是具有传染性的患者 当大部分人都是健康人 但是对疾病很易感的时候 很容易把这种感染 传染到整个的人群 但是如果人群中有很大比例 就是这个黄色已经有抗体的时候 他就可以保护 少部分的蓝色的 易感的健康人 让他接触不到 这个有传染性的患者 但是根据医疗的文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如果能达到免疫的预值的话 它要达到差不多 60%到70%才行 而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它的特点是跟其他的疾病不太一样的 它具有益传染性和高致死率 我们看这个图中 左图是普通的流感 而右图是这一次的新冠 Coronavirus 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迅速的传染 而到5月3号 咱们看安省的有一个统计数据 多伦多已经确诊了5967例 死亡398例 约克郡 1612例 死亡109例 皮尔郡 2630例 死亡130例 核顿菌 确诊 538例 死亡22例 而杜兰郡 确诊 1020例 死亡119 我们如果计算一下 死亡率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多伦多的死亡率是 是6.7% 而约克郡 是6.8% 皮尔郡 是4.9% 核顿菌 是4.1% 杜兰郡 是11.7% 通过统计数据 我们发现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死亡率 是非常高的 虽然在群体免疫后 可能这一次新冠疫情的剧烈传播 会被遏制住 但是在达成到预值 也就是60% 或70%免疫 这个条件的过程中 可能会死很多人 而死的这些人 都是无辜的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不愿意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人 或者自己的朋友 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认为 安省在这一次面临 经济的重压之下 采取的态度是非常谨慎 是值得赞赏的 没有使用所谓的群体免疫 这个策略 是非常明智的 下面我得跟大家说说 我对未来房地产走势的一个看法 在本周 安省准备重启的消息传来之后 虽然这个重启并没有真正的开始 但是 就是在这个政策制定之后 我本身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以前 大家都是不太愿意看房 我现在有listing 所以能够感到以前的市场 基本上 就像死了一样 但是 在这个消息传来 明显感到 感觉到约来看房的人就多了 所以我认为 随着经济的逐步开放 房地产市场会渐渐的活跃起来 不会陷入很多人说的那种大萧条的阶段 而根据安省这种制定策略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判断 一定会找到一条既能保护居民的健康 也能渐渐恢复经济的这么一条路 直到有效疫苗的出现 到时候再来考虑 是不是要走群体免疫的道路 好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底层 如果你觉得节目不错 欢迎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对这次的疫情 或安省对疫情采取的方式 也有的说 那么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咱们一起探讨 也和其他的朋友一起探讨 再见了